出家本为斗争 因为世尊实现的是出家人 出家人的目的是杜忠孙 学佛 总目标 是要臣佛 是要自读 读他 那么在家人 身在家了 心要出家 出家了 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 四种出家了 第一种 像释迦牟尼佛的菩萨们 身出家了 心也出家了 对于世间一无所求 统统放下了 身心都出了 第二种人 身出家了 心没出家 身出家出家了 跟这个出家人的样子 心里面呢 还有世间五欲六成 还有明文立扬 没放下 身出心没出 这个没用处的 不会有成就的 第三种人 身没出家 心出家了 心 可以成佛 可以成佛 在家的佛 在家 可以从事 过行过夜 都不碍事 都是佛萨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五十三参 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的 有经商的 有做工的 有做官的 做帝王的 做宰相的 也有做将军的 各行各业都有 就是说明 这个社会 在家大众 但是他们呢 心出家了 心里面 对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 五欲六成 明文立扬 他们也通通放下 心上放下 不是四上放下 四上他一切照做 心里头没有 所以他是真的菩萨 他是真的佛 像跟释迦牟尼佛 同时代的 唯摩居士 那就是佛 他是在家佛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 看到的 十六正寺 贤护等十六正寺 在家菩萨 那十六个人 都是等着菩萨 他们的地位 跟这个文书 普行 观音 实质 都是平等的 所以菩萨 在家比出家多 在中国 中国的佛法 有四大名山 十大道场 四大名山 我相信你们不少同修都去参访过 四大名山是四大菩萨 教化众生的场所 四位菩萨里头 只有一位菩萨是出家的 现出家乡 地藏菩萨 你看观音菩萨 在家乡 文书 福行 都是在家乡 只有地藏菩萨 一个是出家乡 说明 说明在家 学佛 做菩萨 做佛 都不难 都能成就 不一定要出家了 但是呢 心要出家 心要出家 心要度众生 你就在你自己本行里面 去度众生 去行菩萨道 那个就没错了 你在这个 你是经商的 商场就是你的道场 跟你生意往来的 那都是你 都你都要度那些众生 你要发这个心才行 不发这个心呢 那你就不是菩萨了 如果你在家庭 你是家庭主夫 你那个家庭里面 父母兄兄弟 这些子女的 那都是你度孙的对象 你要度这些众生 家庭就是道场 菩萨所在之处 就是道场 一切时一切处 都是自行化他的道场 不一定到这个地方来 才算道场 那你就凑量化 这个道场呢 要修道啊 就算是你度过来 那是我 我 是你度过来 那是你度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